最近有消息说南京的楼市又好卖起来了 包括像武汉前些日子还在说是困难行业 现在微妙的变化 我们总结一下最近的一些国际国内的金融环境 跟整体的形式 我自己个人的一个小判断 可能是未来的半年的时间 几十个城市就一二线城市 主体迎来一个技术性反弹 但是这个反弹能够持续吗 能够有多长的跨度呢 未来的主力会在哪里呢 我们最后再说 我们现在先说这个技术性反弹可能来自于哪里 第一点就是中国房地产成长 还是跟美与美国合作的这几十年 是有重大关系的 那美西方特别是美国为主体的这个金融秩序 现在框架仍然非常的稳固 也没有出现一个极为暴力极端的下跌 再直白点说就是美股没有出现垄断式的崩跌 道琼斯工业指数并没有跌入雄线以下 然后造成这些关键的美国或者说全球的基础设施式的股票 像IBM麦当劳这些出现标志性的下跌 这些并没有发生 然后我们看第二点是国内的最近这段时间 泛水利率低 这个是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市场的认可 这个对于三四五六线城市肯定影响会小一些 因为大家是自己还这个房贷而一二线城市不是说自己工资拿来还 而是偏向于资金的游戏 那跟利率就有极大的关系 利率便宜了很明显 大家抛售的意愿就会低很多 那这个利率的调整我们还可以延伸一下 这一次房价的调整其实主体部分还是源自于我们自发的一个调整 比美联储就要早嘛 这个时间点就是无论是指导价 深圳方面的还是说 购房的利率之前涨到了5.8 这个水平原来是4.9 甚至还有打折的情况 那么一路上扬了 那这都是主动的行为吧 那这一轮不大不小的周期可以说是以这一次利率再回到一个较低位置 算是短暂的结束了 除了利率之外 房地产税我们这段时间听的少 也就是最快即使是现在开始传说 那各方面准备工作下来 也要年底明年甚至更迟之后了 那这是已经最乐观估计也的明年了吧 那未来半年的时间它肯定是没有太大的影响 所以这都会被认为是没有坏消息 既是好消息 对于很多一直坚持房价会上涨的人来说 那它更是会这样 那再从另外一个角度说 股票市场这个标的还没有形成 我们说股市其实除了有高科技公司之外 还有一个方向就是可以装入更多的矿场资源公司 这些方向也是 调配资源 这也是一个方向 比如说跟俄罗斯的合作 跟人民币的扩张的时候 可以装进更多的东西 这当然也是一个方向 那这些现在这半年 未来半年时间还处在一个清房不接 至少是希望未来能够做好 但这目前半年肯定是清房不接 人民币的汇率这半年是出现一个访谈 那最近起稳 但是没有跌窗期 也没有继续升值 那这也就是说 整体环境是很稳定的 那这也是我们刚才说的 没有坏消息就是好消息 这是炒卖房产朋友的这个关键判断依据 那这人民币汇率的稳定 我们再延伸一下就是刚才提到的道琼斯工业指数 这跟我们一二线房产特别是一线 特别特别是超一线 北上的房产是有重要关系的 这意味着全球财富的流动 也意味着全球阶层的变动情况 也意味着中美脱钩的情况 这里面富含的讯息是非常非常多的 那么整体部分来讲 这两个还是偏板定一点的方向 但未来我想会更倾向于 趋向于分开这样子 那下一轮如果说真的要调整 那么一二线城市的话 就会要更加的跟美西方 他们这个金融的变动情况 会有一些关系 但这个关联已经变得越来越弱了 已经非常弱了 因为我们三四五六线城市 其实这也是一个重大的基础 这些基础 我想未来的基础性反弹 肯定会非常的弱 他们的表现 更加倾向于我们内循环的变化 那一二线城市跟三四五六出现分化 以至于一二线城市内部也有分化 以至于一线城市内部也有分化 这可以看到 整个楼市虽然是一个市场 但是就像股票市场 无论上涨还是下跌 一定是会出现分化的 只要时间长了 现在一年半两年的时间 肯定是会有的 会逆市场的动向 像我们这两年 其实也有个别城市是在上涨 那陕西的榆林市 上涨的时间比较长 价格也涨幅比较大 像山东榆林 它的表现还是比其他的地方 上线城市还是要强 那这都是不一样的地方吧 那未来的时候我们看到 这一轮的这个访谈啊 可能会带动整个市场 有一些从房子完工的程度 这个角度也会出现回暖 因为这个信心回暖之后 就大家会认为说 但至少居住的属性会被 再一次的跟金融属性 更深度的剥离 那就是说这个房子 如果说建成八成了 九成了 甚至九成五了 只剩最后临门一脚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 光从居住的角度 把它给完工 那这无论是对于 居住环境的改善 还是说对于这资金的利用效率 这都是有帮助的 包括说毕竟完成八成九成 九成五 那这些房子肯定是有预设停车场 那相比很多城市 它早期的住房 2010年以前建的房子 很多的设计是比较过时的 那停车位就不够 光从这个角度来说 包括区位可能 随着城市规划的变化 那有一些原来老城区核心的地方 现在算很偏了 而且环境也属于比较糟糕 没有整体翻修 那这样子 这些都是加快利用效率的地方 就是这种分化会 因为这种技术性的反弹 信心的回升 让这种分化好的地方释放出来 那这方面又是一个 非常底层的逻辑了 因为无论哪个金融市场 持续一段时间的下跌 分化之外 肯定是有反弹 反弹肯定是有一些 调整过度的地方 肯定是会反弹的大一些 调整不到位的 还会继续调整 那继续跌 是这么一个方向 那如果说这技术调整 结束之后 到下半年 我仍然还是像 前段时间我们有说 装程说了一个 就是红色的铁别墨 那说明它的表面温度 它的核心温度已经很高了 已经来到500度以上 那其实呢 从长久持有的角度来说 一二线城市的房子 仍然风险是非常的大的 在未来五年到十年的时间里面 我个人认为 至少传统的 这个一二线城市 乃至于全球的一二线城市 都会 都是处于比较差的一个资产 这是全球需要调整的一个地方 也会有流露的地方 也会有访谈的地方 甚至我个人觉得 未来会有 全新的一批世界级的城市 会崛起 未来五到十年的时间 其实过去四十年 我们也有 像深圳就是 全新崛起的城市 那就是中美合作之下 的那四十年 非常快速崛起的一个城市 这样的我们前面 我专门说了 弗拉第沃斯托克 也就是海生外 跟库业岛 哈萨拉林岛 这些区块 如果跟我们东北 加快合作的话 其实也会有这样子的 深圳引号 深圳 中俄之间的这种深圳 也许是 在他们边境那边 也许在我们这边 会有这一类的城市 会崛起 房价会上涨 当然这种变动 一听起来就是极为巨大的 巨量的利益变动 它来之不易 它肯定需要大量的 协商协调 那比如沿海城市 崛起的时候 长途三小洲 崛起的时候 特别是像深圳 这样子 几乎是 从零开始成长的城市 那在那之前 中美就已经 有大量的协议 这个框架 包括说接触 可以说是长达十年的 这个接触 然后国际的环境 也是当时有在不断的变化 十年的时间 才慢慢的形成一个 下一轮的环境 需要国际国内的 大量的不断确认 反复的确认 然后这种巨量的利益 才会开始 持起 比伏 会出现 辗转腾挪的 情况 那聊到这里 很多朋友会说 那你为什么会强调 中俄的合作 什么萨哈领导 什么海参崴的出来 咱们不聊房子吗 怎么聊国际 方向多 我们这么想问题 房地产 所以不是我不愿意聊 我们前面也说过 这么长时间都没收成 但是不表示说 这中间的回归 是不值得的 它是没有价值的 当然贫富差距 这样是不正常的 原来这个方式 他没有办法弄 可能会犯一种方式 就我们说 原来那句话 在商业里面老说 干掉你的 并不是你同行的竞争对手 人家跨行打击 对吧 干掉泡面 它不是另外一种泡面 而是外卖之类的 同样的 能让这些原来的一二线 乃至于全球的一二线城市 调整 它并不是原来的这种 传统的方式 当然了 这跟我自己本人的 知识结构 跟关注的焦点有关系 因为我也不当然纯粹 只是说只看财经方向的内容 好 那我们这个短片就聊到这里 对吧 对吧 对吧